Hello 老规矩 大家先把牵到打在屏幕上 节目开始之前先要提醒大家 这一节目最好大家把手机转过来变成横屏这样全屏来观看 第一能让你更好理解我在说什么 第二的话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观看体验 那大家在制作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你要用什么样的尺寸来做今天这个视频 有可能用16比9 有可能用21比9 或者在什么样的平台 干上传什么样比例的画面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看效果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纠结 那这期节目的话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哪些平台具体有什么样的这个视频尺寸来做一个选择会比较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好的 那首先是16比9 那现在我把画面已经变成了16比9了 16比9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这样一个视频尺寸 那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各大流媒体平台 它的基础的这个画面都是16比9的这样一个比例 那比如说你的手机 相机或一些小型拍摄设备 它的直出画面 也是16比9 那杠金们 我说的是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拍摄设备 那我知道有的手机或者是有的 有的拍摄设备可以拍出18比9 20比9 都无所谓 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决定用16比9来拍摄 就适用于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显示设备的话 那这个画面比例就是它的HD模式或者是这个 4K模式下 它的这个画面尺寸在这里 第2个尺寸 我们说的是18比9 那这个也是我常在用的一个画面尺寸 上下会有一点点的黑边 但是两边会多一点点的内容 会比较是一个宽屏的这样一个显示 那现在的这个很多显示器 电脑的显示器用的就是18比9 或者是现在的手机的屏幕 也是一个18比9的这样一个屏幕的一个设计 那18比9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尺寸的话 在这个地方 4K或者是HD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3个的话 我们说的是超宽屏 21比9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这个画面的话 上下会有很粗的黑边 那这样拍出来的话 会感觉画面会更宽一些 但这个画面的话 就是你拍出来的视频 遮盖掉上下黑边这么大的这个幅度的话 会更有这个电影的感觉 那电影感的话 就会基本上都是用21比9的这样一个比例 那具体HD和4K模式的这个数值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两个比较特殊一点的一个画面比例 第一个的话是4比3 这种画面的话 几乎已经被淘汰掉了 那因为是之前就是大家家里面的这种老型的 老牌的这种电视机的话 都是以这个4比3来显示的 那如果现在你想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复古化的这种拍摄 比如说我之前有做一个这个 复古录像带风格的这样一个调色的话 我会用到这个4比3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旧 更有那个年代感一点 那4比3的这个画面的话 它的这个尺寸在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 9比16 那也就是之前的16比9竖过来 这个画面基本上是为了抖音而存在的 那手机的话就是以这个手机的竖者的方式最多的这样一个显示 布满全屏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显示 因为是竖者的 如果你是横着拍 16比9去做裁切的话 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画面比例 构图之类的啊 因为你要把两边裁掉 或者让我们就是竖着拍 那如果你是横拍做剪裁的话的话 在这个premiere pro或其他这些剪辑软件里面 那你的这个画面尺寸在这个地方 那基本上现在所有市面上比较常出现的这些视频尺寸就是这么多 那如果你要去制作你的视频之前要先想一下 你要去针对什么平台去做 或者是你要做一个什么风格的一个视频 然后你再去决定的这个画面尺寸 那希望这些节目也可以帮到你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